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原觉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的人 就是说经历越多越丰富 这种人如果他把什么东西都经历过了 看破了那一刻他修其实是最快的 我发现一下子就空掉了 修原觉 如果从子观的话 就是很子观 越单纯越好 越单纯越设施 那就是同子工 就是修那种能量很足 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但是有时候修原觉就是说把自己空掉 就是经历已经太多了 什么都看过了 每一个程度在生活生命里遇到的很多事情 噢 月月啊 这些感情 什么东西都已经经历过了 已经不再被强烈的牵引了 虽然他没放下 但已经不会被强烈的牵引进去 就是有时候想起来也无所谓了 这种人反而快 就算每一个人切入定胎还是有角度不同 但是按正常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定是最快的 这种修法是最快的 这是真正的切入定胎 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能配合 灵情区域 再加上 就是说能够 其实只是说展示的一下灵情区域 就是展示的 展断这种性生活或者是灵情区域 就是说情感的切入 就是说身心很清静 就是说不要被 就是说如果能够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饮食上就是说如果是气脉灼的话 在饮食上再清静一些 气脉不灼倒没问题 实际上就不要太注意了 但是就是因为就是斩断很多让你杂乱的东西 就是身边有很多让你这个意识很杂乱 老是一出镜你就你就这个抗衡不了的这些东西如果斩断 当然有的可能对性生活无所谓 有的反而是就是说 夫妻的生活已经不影响了 但是他有一些身边的很多其他事情 谭诚师妹等等他会受影响的 你就尽量的不要看见 不要避开 然后缺身心的进去凶 然后就很容易把我们因为中年嘛 中年修其实多多少少能量都散湿的很厉害 而且有些地方很空洞啊 就是消耗 第一是消耗 第二卖有些地方是坏掉的干燥啊 就已经干了 就是还有就是有些就是中年修行啊 跟个个十八九十十五六十不一样的 就是刚开始那个少年 中年有些地方卖坏了 有些消耗有空洞 如果借地到位的话 借地到位开始修的话 有些避开红尘一点东西去避关还是需要的 这样呢把它先聚集起来 补那个漏洞 就哪怕不好的先把它恢复 好的就有空洞的先回来那种能量 就是离开红尘了 就是这样单纯的 但是一定要借地到位 借地不到位没有意思 所以借地要不断的不断的 你就领悟这些东西 要讲 然后要掌握一种修 掌握几种修法 怎么修 然后才能进官房 进了官房一个人就开始修 这样子 然后这样短期三天七天 七天三天 这七天也没问题 七天也很可以 少吃东西 少吃少开朝廷少说 什么也不管 他坐在那儿憋着 把能量聚过来 这就可以了 就这样不断的修复 其实我们身体是受损的 先修复卖道 修复好了 然后呢慢慢心情才会经常很好 你卖道气卖 身体会对心里有影响 心态会越来越开朗 开明啊 就积极 正向阳光才会这样 身体病的人也不行 身体病有时候 你也会心情很烦 你女的来个例假 都有时候很烦着 好像我修女单工也可以 但是我总觉得 从生理上 她会自然地打到某个状态 从定力上 我觉得更好一点 心性上的定力 从生理上 开始很容易出问题 尤其在家 很容易出问题 爆炸 你怎么可能 你终于快火 在这里 没时间 你还是个人 你怎么可能 你这种 离绝了 你 在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